Hello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黑白无常两位鬼差帮阎王爷拿人 而我们现在的地球正在被一黑一白的两种污染源占领 这白的就是塑料 根据OECD组织2022年的报告显示 塑料的产量从2000年的234万吨增加到了2019年的4.6亿吨 塑料垃圾的产量也是成倍的增长超过了3亿吨 这些垃圾一部分被埋了起来,其他的都进入到了海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就显示 目前海洋中大约有7500万到2亿吨的塑料垃圾 占海洋垃圾总量的85% 随着全球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 上支政府下到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塑料污染环境尽量少用 相比于塑料这个白色污染 黑色污染源获得的关注要少得多 这个东西就是轮胎 我以前做了好几期有关汽车的节目 讨论的都是电池怎么怎么样 新的能源有什么进展 但就目前的技术来讲 你汽车再怎么厉害 还是得在马路上开 还得用到轮胎 现在很多人都在争论电动车的 废弃电池的回收处理问题 却很少听到有人讨论报废的轮胎 可能就是因为它太普通太不起眼了 特斯拉官方给的数据 它的电池寿命最多能跑80万公里 但就算给它打个对半折 按40万公里算 一组轮胎的平均寿命是4万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这台电动车跑费一个电池 至少需要40个轮胎 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电池的回收问题 那这40个轮胎呢 现在全世界预计有15亿辆汽车 那就是60亿个轮胎 这还不算上备胎 那这些报废的轮胎最后都去哪了呢 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 现在全世界每年会产生10亿个报废轮胎 目前有40亿个报废轮胎堆积在填埋场和垃圾储存厂里 这轮胎不光堆积在陆地上 海里面也有 美国军方就曾经协助民间组织 故意往海底沉入了200多万个轮胎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对轮胎这种灰色污染 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里的故事 1839年 Charles Goodier不小心把一块混有硫磺和氧化钳的橡胶 掉落在了火炉上 结果他偶然就发现了硫化橡胶 这种原材料之后就被用在了轮胎上 在此之前 人类的载具用的都是使用浮条的车轮 这种设计最早从公元前2000年 就开始被各大文明广泛运用 一直到19世纪的自行车和火车 用的都是这种设计的车轮 早期的橡胶取得于橡胶术 经过加工之后就有很好的弹性和绝缘性 橡胶受外力作用发生变形时可以迅速的复原 而且他有非常良好的力学性能和化学稳定性 这东西有弹性 高负荷 耐磨 抗高低温 滚动的阻力和生热性低 寿命还又长 是做汽车轮胎的绝佳材料 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材料性能要求 橡胶从发明到现在 一直是朝着高强度 稳定和耐老化的方向发展 不过这轮胎再结实 它也有磨损报废的那一天 虽然它没法上路了 但它的主体结构还是非常的稳定 你想啊 当初制作的时候肯定是怎么结实怎么来 虽然报废不能上路了 但它的结构仍然稳定 你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然降解 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存储这些废弃轮胎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遇到下雨天 这些轮胎还容易积水 放人不管的话 还会滋生大量的蚊虫 轮胎随着风吹日晒 还会释放出有毒气体 刺激人的呼吸道 着实让人头疼 上世纪70年代 是世界汽车发展的黄金时段 马路上的车多了 废弃的轮胎自然也就多了 眼看着这堆黑色垃圾越堆越多 人们就开始想各种办法来处理它们 当时美国的海产业 正好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人工鱼胶 这就是一种人为的海底堆积物 最开始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鱼群 捕鱼挣钱 那当时人就想了 既然需要海底堆积物 那轮胎行不行 与其在那摆着当垃圾 沉到海里面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在1972年 佛罗里达州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 就建议当地政府 把200多万个轮胎投入海底 当作人工鱼胶 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轮胎鱼胶工程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美国陆军的工程师 对这项计划进行了评估 当地政府在1974年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计划实施的时候 当时有超过100多艘私人船只 来自愿的协助轮胎的投放工作 美国海军也出动了舰艇 给予支持 古蒂尔轮胎公司 为这个项目提供了设备 当天还特意派了一架飞艇过去 把一个黄金颜色的轮胎 投入到大海作为纪念 这200万个轮胎 也不是说随便就扔下去的 他们都被钢夹和尼龙声固定 然后被乘入到离岸两公里 水上20米的位置 这片由轮胎组定的人工浴胶 就被取名为奥斯本胶 当地的渔民都盼着这片轮胎岸礁 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益 然而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 把轮胎固定在一起的钢夹 很快就被海水腐蚀 这些轮胎开始被海浪卷着在附近乱窜 他们不仅没有为鱼类提供安居的场所 反倒把附近的自然商务窖都给破坏了 这波物理攻击之后 轮胎里面的有毒物质 随着轮胎的腐蚀也被释放了出来 对周围的海洋生物再进行了一波化学打击 直接把这片海域弄得啥也不剩了 这些轮胎不仅破坏了这一片区域 他们还会随着风暴洋流浮出水面 有的甚至被飓风带到了别的城市 散落在各地的海岸线上 变成了海洋垃圾 这个结局是一开始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本来想着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结果却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直接演变成了对海洋生物栖息地的威胁 那既然把它们沉下去是个错误 那就赶紧想办法捞起来吧 不过你这从上往下扔容易 往回捞那可就麻烦多了 为了弥补这个错误 从2001年开始 佛罗里达州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去打捞轮胎 美国海军甚至把打捞轮胎设置成了军队训练的项目之一 迄今为止 佛罗里达州已经花费了上千万美元打捞和处理这些轮胎 而截止至今 这片海域里面还是有50多万个以上的轮胎 继续碾压着原有的海底生态系统 有这么惨痛的教训摆在这儿 谁还敢把轮胎往海里面扔啊 那有人说了 和其他垃圾一起埋地里行吗 其实这也不行 因为时间长了 它不仅会破坏土壤 还会污染水资源 像欧盟在2006年 就已经禁止将废弃轮胎进行垃圾填埋处理 那既不让扔又不让埋 那过去回收轮胎的成本又太高 所以许多西方国家宁愿支付一笔费用 也是选择把轮胎运到其他国家的垃圾回收厂储存 其中科威特就是很多废弃轮胎的目的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科威特很多城市就不断地将废弃轮胎堆积在露天的荒漠中 由于新废弃轮胎的不断输入 旧轮胎又得不到循环利用 于是垃圾厂内的轮胎数量越积越多 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大 2021年的8月份 位于科威特苏比利亚市的废旧轮胎垃圾厂 就发生了一场极大的火灾 这个垃圾厂占地60万平方米 是当时全球面积最大的废弃轮胎垃圾厂 总共堆放了大约5200万个废弃轮胎 被人们称为是世界轮胎墓地 有人就猜测这次失火的原因 可能是科威特的极端高温天气引起的 就比如工人们工作的时候 掉落的杂物在暴晒下引起自然 结果点燃了旁边的轮胎 也有人怀疑就是周围城镇的居民 为了抗议这片垃圾厂偷偷进来点的火 这些废弃轮胎燃烧会释放出 大量的硫化氢二氧化硫和本类这些有毒气体 严重的污染到大气环境 其中还有致癌的污染物二鹰 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这场大火引起的烟雾在太空中都能看见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也让科威特的老百姓强烈的不满 一个多星期之后 这个大火被扑灭了 科威特政府随后赶紧把这几千万轮胎化整为零 封不到全国更小的垃圾厂里处理 经过这场大火之后 人们发现这轮胎老这么放着也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得从根本上解决 那就是搞回收 世界有那么多废弃轮胎摆在那 如果能有效的回收变费为宝 那这门生意的利益是巨大的 毕竟这原材料是垃圾 别人巴不得卖给你的 那既然有巨大的利益在这里面 自然就有人铤而走险 有的就把收过来的旧轮胎简单的擦擦 然后用热刀沿着轮胎将消磨殆尽的纹理重新雕刻出来 最后再卖出去 中国有的小作坊更是用废轮胎非法炼制柴油 这个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有毒气体 剩下的废渣也都含有剧毒 结果都给他们随意的倒掉 严重的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和土壤 美国 欧盟和日本生产了世界绝大部分的汽车 他们在废旧轮胎的回收和处理上 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 就比如德国建立了严格的回收制度 严禁随意丢弃废弃轮胎 欧洲的这些高度自动化的回收工厂 可以从一条废旧轮胎中 回收75%的高纯度橡胶颗粒和粉末 这些几乎没有杂质的颗粒 被广泛的用在橡胶跑道 人工草皮 户外的儿童游乐场和历青马路上 在2021年 整个欧盟的废弃轮胎的回收利用率高达96% 我们再看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汽车爆发量最多的国家 根据美国环保署和橡胶制造商协会的数据 美国每年会产生将近三亿个废弃轮胎 其中有80%以上的废弃轮胎都被回收 除了一小部分被翻新继续使用以外 其他大部分都成为了轮胎衍生燃料 可别小看了这普通的轮胎 它的燃烧热脂比煤炭要多25% 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替代燃料 比如在水泥的制作中 这些废弃的轮胎就先被粉碎 然后被输送到水泥掉的分解炉中进行燃烧 因为这轮胎里面含有钢丝 还可以顺便增加水泥的强度 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 轮胎燃烧会释放出大量的有毒气体 所以只有配备了适当的空气净化设备的工厂 才可以直接用轮胎做燃料 和欧美这些国家相比 日本的废弃轮胎回收利用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除了那些传统的回收方法之外 热分解炼油是日本近些年来兴起的新产业 虽然它现在回收轮胎的比例还不大 但这种技术被认为是今后处理废弃轮胎 最有价值的新兴技术和发展方向 和这些国家相比 中国的废弃轮胎处理产业发展就非常的滞后 中国自2006年之后就一直稳居世界最大的 轮胎生产国和橡胶消费国 轮胎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 和这个高产量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低回收 中国现在每年产生的废旧轮胎 以8%到10%的速度递增 但是回收利用率仅为50%左右 远远的落后其他发达国家 所以包括中国在内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都有增加回收利用率的空间 而令人感到乐观的是 他们都已经开始意识到回收的重要性 并且发现了这里面巨大的市场和潜力 2022年 中国的废旧轮胎回收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92亿 同比增长将近20% 非洲人民也不闲着 他们虽然钱不多 但是他们学会利用废弃的轮胎做出了轮胎鞋 而且现在有更多年轻的非洲人选择开厂创业 在回收轮胎的同时给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 和白色的塑料一样 黑色轮胎的污染问题 需要我们全世界一起的努力才能解决 历史的教训告诉了我们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弯道超车和捷径 没有经过认真论证 就实施的草率解决方案 只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现在我们的地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 解决这些问题迫在眉睫 更多的普及知识 加上更先进的科学回收技术 这些黑色污染 有一天也许就会变成黑色黄金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